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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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很开心就是有咖啡 哎我怎么这么讲这么现实 好很高兴啊 这个我们帅律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我们现在除了有广播之外 有直播 大家可以上我们中广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我们中广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 我们中广流行网理财生活通节目的一个官网 好我们先换一下我们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苏嘉宏 苏律师 苏律师好 玉芬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我要特别谢谢苏律师 我出国去玩的时候真放心 因为你可以代班 玉芬姐你常出去玩好不好 有我们在 真的吗 真的有我们在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太好了太好了 你一定要回来啦 你一定要回来 那偶尔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发挥一下 没问题的 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因为我发现说真的主持主持人不是随便当 尤其有时候这真的是养儿方知父母恩 你当然代班主持才知道主持人真的 玉芬姐真的是很很接触很厉害呢 哎呦但是好的主持人要好的来宾啊 所以偶尔换换位置我觉得也不错啊 对对对那我觉得怎么样能够举重若轻 你看玉芬姐就举重若轻 讲一些重大财经问题啊或什么 他就可以很轻松的导引出台来宾要讲什么 我觉得这真的主持人 有啦大家都喜欢你啊 对啊对啊 你知道我真的有点蛮变态的你知道 有时候在国外我还得看一下说 哎代班带的怎样 我真的觉得我我真的蛮变态的 这是很爱观众啦 很爱听众真的希望说大家都 因为都是已经变好朋友一样 对啦对啦对啦 而且你们的专业我想可以带给我们听众朋友 这个一样多的知识量一样多的一个亮点啊 哎那今天要请这个 我跟你讲那个还好你的名字我都不会念错 我跟你讲我念错那个那个那个賴芳玉 他一直把我念念死了你知道吗 他的普华把他念成普林 他当下来在笑我 所以你恩典真的我就不会念错 我不会念错的 哎那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最近有看到五月都在报税 对的 然后台股又涨翻天了 那最近这几年有很多人都在存股存股存股 我在报纸上有看到一个案例 这案例看起来我真的觉得蛮伤心的 哦是什么案例 他有台积电100张 哎其实我跟你讲台积电100张这人 哦真的 富可敌国 其实也还好 哎那你几张 我没有半张 这就酸葡萄嘛 是说有时候我上次有一个客户来 他穿的不怎么样 不起眼 你是一个妈妈 然后他说他没有什么钱 我真的没有什么钱 哎我们通常是说如果说财富传承嘛 他就说那那你能够还是要告诉我什么钱啊 最好你还是带 因为我们的我们都有一个标准的 就跟秘书都会讲说 你如果他财富传承 请你先去国税局 调一下所得财产清单 对对对 先调出来嘛 嗯 大家才知道嘛 对 带出来那律师才帮你好好判断 嗯 我就发现他台积电就真的超过100张 哦哦哦哦哦 那我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他说也没什么 他就报很久了 嗯 好像台积电三十几块四几块 他那时候报到现在 天啊天啊 你这样子大家都那个 对他就是报很久 嗯 所以我看到你你你发现那个成功的人 后背后就是 嗯他其实背后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个原因 嗯 你算是他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他要投资台积电 嗯 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抱歉 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没有买台积电的哦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你就你就要想说 我今天要做点什么投资 嗯 让我的儿女会想到说 哎呦哎呦 我的父母亲 好英明啊 对 也就是说前人种树后人成两 嗯 虽然我刚刚那个妈妈就像前人种树嘛 他的孩子在成两嘛 嗯 那可是虽然我们现在可能你家的树可能比较小 那你要想你现在种的树 嗯 未来也会让你的爱的人成两 哦 好 对吗 好 对我鼓励他没有台积电100张的 这歪掉了 我不是要问台积电100张 我也不是要问红海100张 哦是 重点就是他的确是有这些股票 对 但是碰到了这个状况啊 就是他生病了 他自己得了肺癌了 是 那当然就会有一些处置的措施 对 我先讲啊 就是他当然啊 就是去医院 当然去做一些检查 然后也很担心他的癌细胞这个扩散嘛 那他就先先赠予给太太100张红海 怎么不先赠予台积电呢 哈哈哈哈 这新闻是这样子啦 先赠予啦 那赠予之后呢 然后又想要省这个遗产税 所以当然他也把台积电也给太太啦 都给了啦 都给了啦 但出现一些问题了 包括你自己也有给他评论说 这是大错特错啊 对啊 错在哪里啊 都留给太太了 有什么错居有呢 哦应该这么说啦 留给太太这个举动是太棒了 哈哈哈哈 不然大家又会歪楼了 对又大会歪楼了 会歪楼 我们从台积电聊到那个红海都歪了 对对 给太太是绝对是正确 100分 对 那只是说那个 呃 时机上 我觉得是有点状况的 就是爱太太要及时 嗯 不要等到发现了很严重的爱 嗯 因为这个爱 但也是很很棒啦 那如果真的要很严重在爱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睡法的 可是夫妻之间赠予都不用赠予睡啊 哦对耶 对啊 没有错 赶快给啊 赶快给 对哦 问题来了 今天有一个有一个条文的规定是大家不知道的 嗯 哦今天这个他给了太太呢 100张嗯 红海的股票 嗯 那那太太想说那这样他给他就他的他就卖掉了嘛 对不对 嗯 好 先不要讲卖多少 他会很关心卖多少 哈哈哈哈 一直歪掉 一直歪掉 反正他卖了 他卖了之后他这些还在嘛 那这个2023 好20 假设去 假设去年哦 嗯 去年他得知道癌症 啊癌症之后就赶快把 100张红海给太太嘛 嗯 那太太就卖过哎好价钱啊就卖掉了嘛对不对 那这先生到今年的时候哎 才发现说好像很严重快快差不多了嗯 假设他也把这个台积电都给太太的话嗯 好 那这时候发生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先生如果过世的话 那遗产税要怎么算啊 啊过世就变遗产了哦对 重点是过世的遗产税怎么算 大家会忽略掉 郁芬芬芬芬没有错 太太就是夫妻间赠予财产就不会 可是我是生前赠予我还没死啊 那对啊 我先给了啊 对赠予税不用磕 对 可是如果遗产税跑不掉 哎这点很重要那我赠予以前 之后多久不能死 对 还是我多久之前 我们在这边呢 啊 赠予赠予后要至少撑两年 哈哈哈哈 如果如果你赠予后两年内过世的时候 你赠予的财产要回继回来当遗产 所以有症跟没症一样 而且他有一个更惨的状况 等一下就告诉大家 你看吧多像主持人啊 我今天根本就可以不用来啊 我就回家睡觉好了 我就把时间留给苏佳洪苏律师啊 好到底是不是要两年之后才能死 待会告诉大家我们先休息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苏佳洪律师 刚讲了一个关键点 就是夫妻当中啊 当然可以夫妻之间是可以赠予 赠予是免税的 对的 可是因为知道自己啊 这个已经离病了 然后啊 这个很快可能要移居到天堂去了 所以就把这个股票就给了这个太太了 对 可是如果说啊 这个我在两年之内 如果过世的话 那给太太这个股票呢 就要刻遗产税 那如果换一个角度 我自己就把它卖了 然后我把钱给太太 这一样也是要刻遗产嘛 哦对 可是这地方哦 没有错 你不管是怎么样都要刻遗产税 两年内过世的时候 你把钱给太太 给股票给太太 都要刻遗产税 哇 但是呢 今天这个 这个新闻例子 有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大家注意听 刚刚没有讲到的 哦 就说刚刚没讲到说 那太太拿到了 一百张股票的时候 她就想到 哎那这样子啊 正好股价上来上来了 我就在股价上来的时候 就卖掉 所以当时股价多少 一百三 她就卖掉了 那我想请问 我不知道今天 红海股价多少 应该是 一百五以上 等一下我们可以偷偷 一百七啊 好一百七 哇 一七三 好我们算一七零好了 你看哦 这个太太 拿到一百张股票之后 她是卖了嘛 得到一百三的话 一百三乘以 这样多少钱啊 一百三十三 乘以一百一百张 所以一千三百万 对不对 一千三百万 一千三百万 所以这张股票呢 换成一千三百万了 她那时候觉得赚了 一七三你看看 一七三 那一呀 对 那她那时候卖的时候 是一三嘛 对不对 所以就一千三嘛 一百张一千三 一千三没错了 那那现在一七三 那如果她先生过世的时间是一七零 一百七十 那你知道吗 国税局算 她的遗产是算多少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关键的 一百张股票 国税局会认为说 这一百张股票还在 嗯 她会认为说 她的计算遗产税是一百张 股价是用多少 是用一七一百七十 冤枉啊大人啊 一百三我就卖了 冤枉啊大人啊 冤枉大人啊 大人啊 我卖了 我卖了 我哎 我夫妻两个手上 已经没有一百张红海股票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先生过世的时候 那个是一百七 所以国税局会认为说 那一百张 要一百张的十价 他的十就时间的十 十价是死亡当天价值 他就当作那一百张还在 嗯 那那一百张还在的时候 就变一百七十块 你讲到十价的时候 我忽然会觉得 那个那个餐厅的十价 就是先于十价 哈哈 龙大师 你看费用也 我们两个听了一愣一愣的 对对对 真的这样 文字上是这样 所以刚刚也要特别讲 因为我要讲这是关键的 因为他的条文是说 要十价 龙大师班 哎好久没吃了 哈哈哈哈 哎这样不公平啊 对啊就不公平 哎 哎天哪我今天 我如果今天我一百张 红海还在的话 那当然你算我一百七 那算了嘛 对对我一百三已经卖掉了 对对我卖掉了 对对一百三卖掉 那我现在口袋这一百三了 你怎么可以给我算一百七 不好意思 因为法律的规定是一百 一百七 几岁要算一百七 所以不但没截到税 而且还有如果算是 如果是一千百年一千一百七的话 就是一千七百万嘛 对不对 那那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等于一千三 等于是你四百万 你等于是多颗四百万的遗产税 嗯 如果也是一二十%的税率来看 你看好冤枉啊 很冤啊 嗯 对所以就是一个法律的观念不懂就差很多 所以有时候你看头没看尾是很危险的 哎那我很可怕 那我不卖嘛 哎对 我都不要卖呢 会不会更好一点 比方说如果说先生送给我了 然后我就一直留着 啊对 死都不要卖 对对对这对 原本讲真好 至少听完万一真的 你真的是要 什么都不会的话 对什么都不懂的话 就不要卖 啊这样是更好的 就是因为应该这么说 我不能说更好 因为有时候解决一个问题 就会产生另外的问题 我先把魏芬姐讲的问题给解决了 好 好再告诉你产生什么问题 好 红海股票因为他在过市前 嗯 啊去年的时候 去年假设假设是四月 四月的时候给过红海股票 嗯 那因为他在一两年内过市的时候 当然这一百张就算遗产吧 嗯 那可是我如果已经给 给太太 那当然太太基于持有 对 OK 那只说今天正好他过市的时候 太太有持有股票 对 那也很好啊 反正没差 反正没有结到税 也没有亏到税 嗯 没结也没亏了 嗯 因为你卖了 也不用缴税 也不用缴税嘛 什么要缴遗产税还是要算 还是要算 还是要那个实价来算 啊 ICD 啊 所以我 所以还是逃不了实价这个部分 也逃不了 就是说 那所以只有两个克服的方法 一个就是说 你送给太太太 这个一百张 你要记得 好好活着 超过两年就赚到 好不好 拼一下 超过两年赚到 你给了之后 拼过两年 两年零一天之后 哎 那这样OK 那一百张 就等于是完全是太太的 那么这一百张 也不属于遗产的部分 所以OK 也不属于遗产税科税的部分 这让我想到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对对对 对如果你现在已检查 然后都已经离爱 可能就会来 比较来不及啊 好啦如果说今天千金难买 如果今天可以早知道 我们有找哆啦A梦来 就要做时光机回去 不用了就做一下健康检查 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 对对 其实不用做健康检查 应该事前就要先做调整 也就是说事前不要等到 那个状况是 你所有财产都在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你等到快差不多再给别人的时候 很多人是这样思维的 我今天都要在我身上 我不要给 我财产都不要给另外一半 对对对 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 尤其是传统有些 有些怎么说 重男轻女好了 或者说今天比较男人主义的 他赚钱全部都放在自己名下 他为了要一些想法 所以他就所有都放在名下 等到差不多他还做做处理 那这当然有好处啦 好处是说全部在自己 在经济都把持在自己手上 你这很有power没有错 可是未来缴的税 可能会稍稍的多一点点 就算是你重病 移转那也逃不掉 那现金也一样啦 也就是说如果先生还在事的时候 把他卖掉了 然后我有一笔现金了 但到最后他还是变成遗产啦 如果他过世了以后就变遗产 遗产一样被瞌睡啦 也就是说你今天要赠与太太的时候 就要先思考你股票不要卖 如果你要卖的话 你就不如就先自己卖掉再给太太 这样还比较OK 比较干净 因为对实价的认定这件事情 因为股票是波动的 虽然就算今天涨 谁能保证告诉我 明天一定会涨 我看所有的分析师也没有人敢讲 不敢讲 不敢讲啊 对不对 但后天搞不好又涨了 所以它是个不确定性因素 但是法律规定在那边 对啦 你就知道原来 原来后面有一条法律叫实价 所以今天你如果拿到股票 马上卖掉的时候 只要股价上涨 你亏到了 对那股价跌就还好 对就赚了 对 最如股价跌的时候那就赚啊 那如果你今天神算的时候 那是可以试试看 可是你如果没有神算的时候 最好还是用 我都会比较妥善方式 就是试着做一些安排 那当然除了这亏之外 还有第二亏 第一亏叫亏实价 第二亏叫亏夫妻财产的计算 哎呀 跟你这个 这个新闻有两亏啊 有两亏啊 对对对 我其实还想问就是说我们遗产其实也不用太悲观啊 因为我们有免税额这件事情啊 要确保我的遗嘱啊 所以我一定要看看我的免税额是不是也能够cover啊 对对对 没有错啊 没有错 因为通常你有100张台积电的话 你的免税额一定是不够用的了 对对 然后呢 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了 离婚呢 可以吗 离婚的话有帮助吗 哎 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灾问啊 我都没想到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 我们两点继续回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当然咯 两点第一分 一百 可以加分吗 好这里上来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就是我们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啊 苏家红苏律师了 我们今天有跟大家透过一个新闻案例啊 跟大家来谈一谈这几年很多人都喜欢存骨 那么存骨要移啊 就是要把它移转或赠予给家人的时候 必须留意的一些细节啦 那刚刚有提到这个案例 当然就是啊 就忽然生病了 然后也就就就癌症末期了 所以他要去做一些移转 那移转的时候 我们刚刚苏律师有提醒大家 就是实价这件事情很重要啊 这个股票 你到变成遗产的时候 你还希望它跌 你希望它不要涨啊 不然就要磕碎啊 我刚刚刚想到一个就是 但是你必须很厉害 就在那转折点卖是最好 啊对 如果说今天他还活着的时候 在转折点 就是他跟高 往下有向下讯号的时候 对对 你卖掉 那你就赚最大 可是有时候很难说啦 真的 真的 那你刚刚提到有两个解方 就是说这个问题啊 有很多解方啦 就第一个提醒大家 实价的一个重要性 你卖要看时机 你不卖的话 到时候也会刻到遗产税 那到时候我们会讲 刻税跟这个免税额的部分 那夫妻的财产 如果是不对等 太太没有上班 或者没有工作收入的话 这个会是优势嘛 是加分还是扣分 是扣分的 是扣分的 因为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在想台积 现在我们讲红海以外 我们讲一下台积电 好 请问一下台积电100张多少钱 哇你算算看 趕快趕快算 現在是多少700 今天是700 800 870 你看870 100張 一張是87萬 100張就8700萬 這樣感覺比較有對不對 很有很有 1700萬這樣好像還好 8700咧 好 8700萬這樣子 你想想看 如果說你今天是這100 100張台積件是8700萬 那這時候兩年內過世了 對不對 好 那你先不管他正好 他有聽我們節目呢 他就沒有賣 因為他看漲台積電 他也知道說 萬一賣 賣到600虧 就馬上虧那個價差了 不是價差的稅金都虧了 那有個地方還會虧另外 如果你今天 你贈於給太太8700萬 相當於8700萬台積電 他過世了 那回積到遺產稅以外 這遺產稅裡面有一個地方 因為你剩餘給太太台積電 這個股票是屬於夫妻間贈餘 對 那本來今天如果先生這邊有台積電股票的時候 8700萬 那太太假設財產是零 對 那這個8700萬的台積電都是先生賺的 所以依照夫妻財產分配的原則 8700萬可以除以2 也就是說今天在算 在我們在計算遺產稅的時候 不但是要看他 假設他有一張 100張台積電 8700萬 然後太太可以說 欸 因為我的先生我都是財產日零 我們這個8700萬都是我先生投資賺來的錢 那我可以分一半 也就是我就可以扣掉8700的一半是4350 4350 我扣掉4350 那所以4300 所以他的遺產先扣掉 因為他等於欠債嘛 嗯 有一百張台積電 扣掉4300 欠我太太我可以拿走 4350 所以課遺產稅的時候是4350 然後再扣掉 因為他有這個配偶 那個免稅 有免稅額大概兩千多萬 對 所以4300大概扣掉兩千一百萬的時候 兩千一百萬來課遺產稅 哦 所以今天再講清楚點 就是說今天不及財產權利 如果你贈予之後啊 嗯 等於那個贈予的錢啊 已經不是先生 所以先生財產是零 所以是好事啊 他說太太沒上班是好事啊 可是對睡法來說不好是 你看我對不起 我在講 因為有時候在節目上講這個 嗯 在空中大家一定會補傻傻 尤其開車要注意 哦 把車停在路邊吧 路邊 因為這開車要聽那數字 真的不好意思我知道 這很不容易聽得懂 因為數字 就是我先把A是 把台積電送給太太 B是台積電沒送給太太 嗯 如果台積電這個送給太太之後呢 因為呢 他的他先生過世的時候 名下財產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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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法律的規定 兩年內 這裏的財產必須要回計 所以他是計算起來說 要科八千七百萬 對 然後扣掉兩千一 所以八千七扣掉兩千一的時候 就是六千 六千 六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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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六 十八六 十八六 是A八 你台積電有給是給六百六 可是台積電沒有給的狀況 都沒有給太太的狀況下 八千七 減掉四千三 就是四千三 四千三 四千三百五十 再減掉兩千一 就是兩千兩百五十 兩千兩百五十 科遺產稅是兩百一十 六百六還是兩百一 所以今天只要錯誤的一些規劃的時候 會導致你的財富縮水是因為遺產稅 他會科的部分就差了這幾百萬 所以我們才說就是因為什麼 今天當我要贈餘的時候 我要考慮到夫妻贈餘財產差額分配的問題 所以通常我們會這樣去做去思維啦 就是說越早規劃的時候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故事我自己看是很正 就是都是發生在我們周遭的 嗯 那只有一點我就認為說應該是要早點做規劃 對啦 對啦 如果提早就是如果今天沒有這兩年問題 很多事情是沒有的 嗯 就是因為這兩年 所以很多事情要要這個 呃就是算是金屬看板 可是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重要但不緊急 通常緊急就是運分結獎的那個 嗯 欸紅字來了 哈哈哈 紅字來了 所以這時候來安排 所以回過頭來說 那你就知道啦 我們在遺產 在遺產稅的時候不要開玩笑 遺產稅因為你說那有沒有一個固定的 遺產稅我們國稅局其實是超級有效率的 嗯 對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都逃不掉 對 大部分人都逃不掉 對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用我們的老百姓都是用賺錢的 然後一些可以有明確的有登記性的資產 嗯 其實是好逃不掉的 欸那我現在又延伸出來兩個問題啊 第一個就是說我當然寫遺囑有沒有用 嗯 對我寫遺囑有沒有用 我這個股票要贈予給我的這個太太 那我這樣子寫了以後呢 那國稅局還要課我的遺產稅嗎 就遺產稅跟我們講的遺囑有沒有這個抵觸的地方 那第二個有人問離婚 當然他在其實廣告時間他就問了 離婚有效嗎 當然我們會覺得離婚如果在確保財產的一個這個效應之下 那是不是一個可以思考的路呢 好應該這麼說 嗯 只要如果說你是為了 你是為了要逃避遺產稅 逃避所得稅 逃避稅均的時候 那政府就會就會 他會想辦法查 因為這個稅均對他來說是多的 通常你 通常要逃的那個稅均不會太少 對啦 我問你 你會為政府要給你課100塊你要去逃漏稅嗎 不用啊 不會吧 趕快趕快給給 給 那把那100塊換成100萬呢 你會逃嗎 不會啦 可是這可能有的會喔 可是我跟你講 有的會喔 台積電如果漲到1000塊就會變1億喔 對對對 那如果1億 1億喔 你就會說那我要考慮一下 對不對 好那為什麼講這個 就是說實際上在碰到這些例子裡面金額都不會太小 那國稅局會講 他會去調查看一下 那幹嘛這時候 又住在一起 那表示什麼是假的 你這是假的 假離婚 假離婚 假離婚或假的 他說我說真的 我都辦了法律成績 所以很多情況下 可以說他搞不好還找幾個律師來幫他做離婚見證 或什麼對不對 可是他就可能會從既業租屍馬 租屍馬跡啊 包含說什麼租在一起啦 然後你還幫他攪水電背啊 你們還相處啊 掉掉掉 那因為所以他就跟你說不好意思 依照實質磕稅原則 你是有炸雞逃漏稅的 炸雞逃漏稅 還是把你拉進來去磕 然後講話的時候 他還會留一點時間 讓我來做結尾 真是太完美的男人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待會繼續再聊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你現在就跟我講冰的 你沒有跟我講西西里 好我們持續跟我們 安典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 蘇嘉鴻蘇律師來聊啊 就是我剛剛問到一個問題 那我如果寫遺囑呢 我們過去都覺得說 有遺囑的這個法律效率嘛 還有就是說我自由的一個 新政很重要嘛 那我如果這樣誠心誠意的 給我的家人跟孩子 那我這樣還要被課到遺產稅嗎 要 因為這兩件事 因為我們常常 尤其是情感跟 我們用情感看待一件 法律事件的時候 往往就會看不清楚 那所以律師就會看得清楚 我覺得這是一個法律事件 法律事件有兩個 兩條路 兩個角度 一個角度叫做瞌睡的角度 一個角度叫分配的角度 遺囑是用來分 處理分配的角度 我要來分 怎麼分配 用遺囑來分配 那我要交給國家 就是遺囑是處於家人間的事情 家人要怎麼分啊 那愛要怎麼分啊 愛要怎麼傳承啊 那這個就是要用遺囑 所以遺囑是非常重要 嗯 可是講完這件事情之後 稅是針對國家 所以瞌睡的那個項目 是針對國家 嗯 你要少繳點稅就要提早 我覺得最好的 結稅方法就是時間 因為 對 你用結稅的 你用對的步驟去處理的時候 那就會有對的成功的可能性 就說啊那你就 那你就你就會變成 稅會真的會繳比較少 那些有錢人就在想什麼 我怎麼會去結稅 那他用時間 真正的用時間跟選擇對的工具 對的 你有沒有注意稅法 什麼東西可以減免啊 嗯 什麼東西是可以 那你就要去想這個東西 嗯 那一般我們老百姓 其實不用想那麼多了 嗯 就用基本的概念 基本概念叫做 就做時間 嗯 把時間提早贈餘 提早安排 那提早做規劃 這樣就會最好處 找到好的工具 就有空間 嗯 那所以遺囑要寫 遺產稅也要看 這兩個絕對是分開的 嗯 哦好 欸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股票會移轉給 呃就是太太又或者是 呃子女 子女又分成年跟未成年 這些都有差別嗎 其實坦白講 嗯 也沒差別 那有差別在哪裡 嗯 有差別在 我們先講太太跟孩子的不同 嗯 因為太太夫妻的不同在說 夫妻之間贈餘是免稅 對對對 而且就算連不動產過戶 還可以緩科 嗯 土地增值稅 嗯 所以很多地方稅 為什麼 為什麼你看到很多新聞 哎呦 人重病了 趕快給趕快移轉給自己 另外一半 對什麼錢領出來啊什麼 這都不對 都給另外一半 因為錢領出來 或者移轉到另外一半 他就是因為 他是運用說 夫妻之間的移轉是免稅 他都用這個條文 嗯 後面兩年內贈餘會要回科 還有計算的問題 這要計算 所以 對這件事情來說 你要特別注意啊 夫妻贈餘雖然免稅 那麼 所以你在緊急狀況下的時候 你會 你不會去選擇給小孩 嗯 差異說如果今天你要做買賣 有些不動產 因為房地合一稅的問題 你如果用贈餘的方式 去呃 贈餘給小孩 不動產 那小孩就賣掉 哇 哇哇哇哇哇 這個房地合一稅很重啊 對 房地合一稅很重啊 45%哇塞 那這個這個虧到了 半壁江山都沒了 對對對 所以你你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你就想那這樣 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用做買賣的方式 把那個賣價提高 或什麼樣做處理 對對對 那可是你要呃 這個親屬間買賣 尤其是二親等內的買賣的時候 記得國稅就會看 你說你要把房子賣給你的孩子 好 你孩子九歲 請問拿來的三百萬 哦 嗯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說那這不可能 我不認為你這個是買賣 嗯 對不對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但反之 如果你的兒子是蘇家宏 三百萬三千萬 啊OK還可以 那他們有錢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就是說至少我有可能去貸款 貸到三千萬嘛 嗯 對不對 你說三千萬貸款啊 這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因為我們對 所以有一個正當職業很好的 對 貸款比較方便 我覺得 我覺得當律師好的地方是 那個銀行都自動送上門啊 嗯 這個用最低的利息 你可以五百萬怎樣怎樣 一千萬怎樣 他都會傳那個單子給你 嗯 問你缺不缺錢 那我講這個目的是說 所以今天國稅局看也是這樣看 你成年的孩子 或你有正常工作的孩子 你有那這個 你這做這個高價的買賣的時候 是可能的 可是如果你是未成年的時候 他會大大問號 甚至覺得你這個問題就是正語 來磕你正語水 哦 對 所以有的東西 這個解釋說 你要給太太 給成年子女 給未成年子女 他的不同點 嗯 那麼如果說今天以財部規劃跟遺產處理的話 你要怎麼去看待哪裡呢 因為時間上 你永遠越早處理越好 所以 可是你說律師 啊越早處理最好 我小孩子三歲 啊不然給他那時候那是 後來拐走了怎麼辦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今天孩子越小 對 就是這樣嘛 我給他欸被拐走了 或是說今天一個青少年 他就拿你的錢去亂搞 對對對 那你怎麼辦 對啊你又要給 啊又不給 我給的時候可以節稅 我不給的時候傷心 我可以怎麼辦 所以用信託 哦 可以用信託說 我今天信託財產 受益權給他 那這個信託 可以讓他三十歲 才能最後取用 所以用信託方法 這我覺得 對 我用最合 蘇律師教你是最合法 最沒有問題 又可以節稅方式 哦這還可以節稅 對啊 我提早我用220萬 每年220萬啊 信託在帳戶裡面 他看得到 吃不到 三十歲才拿得到 哦 所以就完整的保護他 又結到稅了 哦 所以運用信託來結稅 也是一個方法 嗯我記得我剛剛 其實我們在廣告時間 有講過啊 就是未來存股足越多 不管你存股啊 存ETF啦 存台股基金啊 其實未來如果你要給下一代的話 那信託還是必要的 我們有人問一個問題啊 我也覺得真的是一個 他就說啊 如果我 比方說先生贈語給我啦 他重病 他贈語給我 我先死啦 哦 我先死啦 這有可能啊 這觀察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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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會想到不同的 這個情況 待會跟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好 沒問題 死了以後啊 你怎麼你怎麼處理啊 好的 怎麼處理在法律上 在稅法上怎麼思考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快回來理財生活通啊 我是夏韻芬 在我旁邊的就是我們恩典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啊 蘇嘉宏蘇律師啊 就我們給那個蘇律師都大哉問啊 就有不同的情況 我們怎麼的思考啦 對對對 也就是說我剛剛講啊 那那那那那先生贈語給我 那我死了 哦 對那怎麼辦 好 那沒怎麼辦 因為就是說 哈哈 那個那個適用的條文就不一樣了 我們剛剛適用條文是 因為先生把那個台積電的股票 100張給你的時候 那先生死了 所以先生的遺產 所以回科 對對對 我兩年之內 那今天是太太過世了 先生給他 結果先生沒死 那太太過世了 那太太過世的時候 那這個財產就變太太的遺產 也就是 八千七百萬就變成太太的遺產 嗯 那遺產的時候就看 那就要在太太名下科遺產稅了 哦 哦 就變成他一樣 一樣 那遺產稅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那今天 其實這問題 一般人不感覺到危險 我現在越講 越覺得他 有一個族群的人 他其實是很危險 嗯嗯 叫做鼎克族 哦 或單身啊 我覺得一樣危險 對 那我為什麼特別講 剛剛那個案例裡面的 危險在鼎克族 而不是講單身呢 哦 請注意 想想看 你想想看哦 我們 我們把所有的雜音都取掉 就是說今天他們夫妻間 就只有一張 就只有一種財產 就是台積電八千七百萬的 好 這個股票 好 先生 反正先生他覺得重病了 你要死啊 就把那個財產八千七百萬 過戶給太太 他們都頂克族 那這時候沒想到先生活了 太太過世了 那所以這八千七百變成什麼 太太的遺產 所以這八千七百 一半是給太太的兄弟姐妹 一半是給先生 跟先生過世的時候 一半給先生兄弟姐妹 跟先生太太 是這邊的還是這邊的 到底是先生兄弟姐妹拿到 還是太太兄弟姐妹拿到 差很多 有沒有感覺到 有 為什麼 律師你怎麼腦袋都 淨莊間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碰到 我都覺得 那如果今天我可以幫忙什麼 所以我就說 啊我提早告訴大家 原來 財布傳承 不是你想像中這樣 律師角度比你更廣 是不是你們案例也看多啦 什麼光怪離奇的 可能都碰過吧 對對對 因為如果可以正常解決 就不會找律師了吧 對啊 其實我要跟你講 很多東西是 你都不找律師 反而變不正常了 哦 因為他都覺得很簡單 啊我都 我三文母就好啊 就給我們母啊 哪有問題 哪有問題 就沒想到你生病的時候 都太太照顧太太很 那個很累 啊結果沒想到 哦 那這樣情形要整個財產大變化 哦 所以這個是 所以我們 我們很多處理這種訴訟 所以為什麼就覺得 我要趕快 把一些對的法律概念跟大家講 那都多看 那你說啊律師你這樣 你要你的知識怎麼拿 很簡單 你可以上FB 每天可以看我的FB 那也分享給別人 人家還知道說 對的概念家庭才幸福 不然的話就等到 7月20號去書發表會 來支持一下 哎呦 對對對這一定要去支持一下 對我剛才看了一下 日期是禮拜六 禮拜六禮拜六 對對對禮拜六 所以很很感恩啊 就是所以想說 如果今天我們只要 有時候這樣 你只要多多懂一點 一個角度 其實你的你的家人 會更少一些 一些麻煩跟困難 嗯嗯 所以很感 感謝韻芬姐剛剛問了 我覺得你問我才有辦法 跟大家分享 說你不問我們就 時間就過去了 不會啦 因為我也覺得也是聽眾朋友 因為有時候 我覺得我們做節目嘛 我們大概是希望給大家 正確思考的一個方向 而且我跟你講 我節目這種做這麼久 真的以前都會以為 這是理所當然的 就會發現到說 跟法律 那今天又提到 跟稅法又有關的說 你根本就是很複雜 因為你不懂 你就要多付出很多的代價 如果說你是有錢人 啊沒關係 你就給政府的政府 做一些稅收 你沒錢的的人 對不對 甚至你有一些 都該拋棄繼承或怎樣 對不對 我們這以後會慢慢跟大家 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要跟大家 來做一個提醒 也就是說很多人都會以為 這個頂克族 那單身的人怎麼辦 我今天要有股票 對那我死了 那我怎麼辦呢 我的父母兄弟姐妹 對對對 單身的人怎麼辦 單身就要分兩個部分來看 但一樣是稅法 以後我看我盡量都這樣講 大家會比較清楚 對啦稅法跟法律 一個是法律 一個是法律 所以你有錢就繳稅 對有錢就繳稅 那沒有錢就不用繳稅 對不對 那有錢繳稅很合理 所以你是稅的東西 不要看這麼壓力這麼大 就是反而跟小孩子不一樣 就是我 這是我自己歸納出來的看法 因為很多父母親來問我 就說我希望節省遺產稅啊 什麼什麼的 那單身的反而是認為說 我的錢怎麼樣 做 流到我最愛的人 反而單身的最重要的件事情 不是我認為排序不是稅 是什麼 遺產是不是給你自己最關心的人 或者他最關心你的人 對耶 我這樣想起來真的 我覺得頂克族真的最慘的耶 因為有一些你看到 你看你先死之後 你是另外一先生那一邊 或你那個太太這邊 可是這些兄弟姐妹 也許你跟他們 跟你們不認識 或者沒交情 或者不喜歡 對的 你的錢就落入了 你不喜歡的人手上了 有沒有 我單身我至少還可以落到 我喜歡人的手上 對的 對的 你看為什麼我說 剛剛頂克族 你說最慘 我本來以為單身最慘 不是 單身最自由最愉快 其實我坦白講 我有時候還蠻羨慕單身 我也覺得 這個不能給太太知道 哈哈哈哈 來不及 來不及 你知道嗎 這個 單身其實很很自在的 對 其實反而沒有束縛 其實你沒有束縛 有的束縛是自己給自己的 反而我就要鼓勵單身的朋友們 你不要給自己束縛 你反而是可以勇敢付出那個愛的人 所以我們看到單身的人 我們都非常尊敬 因為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我以法律上來跟你分析了 單身的人通常 他因為沒有孩子嘛 也沒有父母親 就是都是兄弟姐妹可能繼承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兄弟姐妹繼承的特留分是三分之一 所以就三分之二你可以自由處分 嗯 就是說假設兄弟姐妹還不錯 還留給他一點點 那你三分之二可以任意給那個 不是你繼承人的 包含是說 你覺得隔壁鄰居是你的好朋友 或是上進的年輕人 或很不錯的理財生活通的主持人 哈哈哈哈 或者公益團體 公益團體都可以 你願意協助他 對嘛你都可以 所以你是自由的嘛 對所以你是比較自由 那如果今天你活得比其他兄弟姐妹 尤其是女性 嗯 活得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久的時候 你的財產沒有特留分 沒人管你 你要給誰就給誰 嗯 但重點是你必須現在做這最重要的事情 嗯 你必須用法律文件處理一下 而且要妥善的保管 妥善保管很重要 因為單身有的兄弟姐妹還在的時候 他們也會基於你的財產 嗯 所以有妥當的保管 跟適當的有法律專業執行 這樣才可以把愛弄到位 好 愛到位的時候 你的周遭的氛圍就完全不一樣 充滿了幸福 是啊是啊 好我們待會的時間 就要留給我們聽眾朋友call in 那因為有個人的問題 我們的直播就在這邊告個段落了 我們待會來接call in 進廣告囉